儿子好赌成瘾,借高利贷,全家倾家荡产,谁来救救我这个千疮百孔的家? 亲朋弃友都劝我放弃这个十恶不赦的不孝子,认为他没得救了。 唯独身边的一个学佛的朋友,他却认为是我欠下儿子的债,这笔钱一定要我来还。 年轻时,我跟随先生移居香港生活,可惜先生不上进,而我要母奸父职,做建筑工人养活一家六口,生活坎坷。 在最彷徨无助时,偶遇外判公投,他对我关怀卑质,同情我的苦况,还不断安排工作给我解决经济重担。 从此日久生情,发展成十多年的婚外情,种下邪淫的恶音还不自知。 人到中年,为了想助大儿子置业,当我看到别人放兮赚钱成功后,我也一试,还东借西拼,借来一百万人民币用来放兮。 结果一败涂地,连本带利拾了一百万,花了几年终于还清。 现在学佛后,我才知年轻时的婚外情是犯邪淫,或有严重的现世报。 之后,苦难接踵而来。 我有一名儿子,自幼懒惰,脾气不好,恶习多多,工作不认真,长大后好赌成性。 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向高利贷借了二十多万。 我爱子心切,一厢情愿,向朋友借钱替他还债,希望他经一世,涨一致,会改过。 岂料他沉迷赌博,输掉钱就向高利贷借钱再赌,完全无法自拔。 第一笔债欠款未还清,第二次又借,第三次又再借。 每次他借高利贷不还后,贷款公司就不断打电话,恶意骚扰全家,破家人贷还。 大儿子和女儿都承受不了,搬出去了。 这个不孝子行为失控,赌书又取借,还一走了之,丢下太太和女儿不理。 做母亲的我,为他背了一身债,倾家荡产,痛在心中,以泪洗面。 亲朋企友都劝我放弃这个十恶不赦的不孝子,认为他没得救了。 唯独身边的一个学佛的朋友,他却认为是我欠下儿子的债,这笔钱一定要我来还。 在我人生最彷徨绝望时,感恩南母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让我有缘遇上修学心灵法门的师兄。 当日在工作上首次认识,他还邀请我一起吃午餐,我随缘分享我的家事。 他认为我的苦况是小菜一碟,还叮咛我,向菩萨救我,必先许愿吃素,又告诉我要放生。 虽然我仍半信半疑,为了自救,我决定学佛。 初次买了十一条刀下鱼去放生,之后又到观音堂,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借钱成功,及请债主不要骚扰我的大儿子等。 竟然依依如愿,心诚则灵。 从此我建立学佛的信心,工作很忙,但我仍每天好好念经, 有空就去放生,还跟大队去东莞放生, 令我有许愿只吃两天素,增至十天,一个月后以许愿吃全素。 在我内心深处,我相信吃素的功德很大, 而世上只有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可以救救我这个千疮百孔的家。 自从学佛念经后,内心有了寄托, 尤其设了佛台后,我祈求观世音菩萨, 慈悲救救我的家,希望儿子能有工作, 能借酒,不再胡乱借钱。 之后,我许愿给他念三拨二十一章的小房子, 即随缘放生,儿子行为也逐步改善。 之后,我竟梦到房子的药经者, 原来是老家的亡人, 并又听到媳妇打孙女已好几天了, 我实在疼在心里。 为求家庭和谐, 当晚八时上香, 马上许愿我每天读一篇白话佛法, 许愿放生一万条鱼, 送二十一张小房子给房子的药经者。 有佛法就有办法, 一经许愿,天上鬼神都知道。 最奇妙的是许愿后, 小孙女本来哭闹不停, 顿时笑嘻嘻对着我, 让我亲身体症, 愿力是不可思议。 感恩今生有幸听闻佛法, 加入了心灵法门的大家庭。 先借此机会, 忠心感恩师兄沿途的耐心指引, 教我善用佛法来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各位亲爱的朋友, 常言道,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为人父母, 目睹孩子种种恶劣不孝的行为, 人生的种种不如意识, 都会悲从中来, 或许会哭着问苍天, 为什么, 为什么? 通过学习白化佛法, 让我找到真正的答案。 在白化佛法视频开始第一册第九篇, 说的一清二楚。 师父给你们加两个字, 为什么我要重阴? 加两个字吧, 重阴。 你不重阴, 问苍天为什么, 就是自己种的因果, 才会有这个果报。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种下恶因, 就得恶果。 所以谨记,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无论你遇到任何苦况, 都要心存希望, 只要相信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找到曙光。 因为观世音菩萨, 闻生旧苦, 千处祈求, 千处应。 还有他视我们为他的孩子。 观世音菩萨说, 孩子, 只要你求, 我无处不在。 无关天下众生, 唯无之耳, 我而受苦, 我心义悲。 我而离苦, 我心义乐。 这是为师的境界。 用心念经, 尤其是念小房子, 才能还清债务, 配合放生来化解冤结, 积福严寿。 学习白化佛法, 才能进一步明白宇宙的因果定律。 善知识, 学了就要用, 生活要佛法化, 还要修心修行, 做个有德行的人。 正如师父所说, 得为会之帅。 而我仅仅学佛一年多, 通过念经, 送小房子, 放生后, 本来注定是惨剧的人生, 完全改写。 尤其是给儿子念小房子, 佛教经文组合小房子, 真是灵验无比, 成功超度, 负在他身上的药经者。 目赌原本好赌成瘾, 人人唾弃的试赌儿子, 竟然找到正直, 改邪归正。 现在每天自动自觉 七时起床上班, 风雨不改。 最令我安慰的是, 他以往见钱掩开, 现在自律自爱。 工作上收到二十多万元, 也不会贪一分一好, 简直判若两人。 学佛后, 我不再无助, 至今我仍努力再还 合共一百多万元的欠债, 最重要的是, 相信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救我们, 心力可以破除疑惑, 天天念经, 心中有佛, 定能报平安。 我会以观世音菩萨为榜样, 精进学佛。 心灵法门是末法时期, 观世音菩萨赐给人间救度众生的灵丹妙药, 是末法时期, 全人类的希望。 心灵法门四大法宝, 许愿念经, 放生及白化佛法, 能助你改变命运, 谱写美好人生。 最后, 送上师父每日的佛言佛语, 共勉之。 念经学佛不会苦, 苦尽刚来才会甜, 不苦哪会珍惜甜, 吃苦宵夜一瞬间。 人生无常望珍惜, 每天都是好时机, 错过学佛好机会, 轮回再来恶缘会。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 请恩师慈父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批评指正,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